各位茶友好 我是玉秀哥茶谈的老王 前一阵给一些茶友推荐了一些 推荐了一款红茶 因为有一些茶友希望能够喝一点全发酵的红茶 因为他可能觉得有一些茶太寒了 那有茶友就给老王留言 因为老王给他们推荐了一款 有水蜜桃香味的红茶 那这个茶友就问 这个水蜜桃香味是添加剂加进去的吗 那这个红茶好坏到底是怎么喝的呢 今天咱们就借这个机会 给各位茶友聊一聊 这个红茶里头的一些小门道 那今天咱们也是一边来泡 这个水蜜桃香味的红茶 一边来跟大家聊 这两年就是在红茶领域当中 其实香味有果香的香味 这个逐渐流行起来 那么刚好有一款是带水蜜桃香味的这种红茶 那么他是不是这个加了添加剂 今天老王给大家好好讲讲 首先第一 就是先有一个结论 就是由老王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有水蜜桃花香的 这个有水蜜桃香味的红茶 它不是加了添加剂 它是本身自己的工艺香 那这种红茶实际上跟大家平时喝的传统红茶 有点不太一样 首先第一 它在树种上来说 它就是叫金牡丹这个树种 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就说 这不是盐茶里头有金牡丹吗 对 这个树种确实也可以做盐茶 但是我们喝的水蜜桃的香味 它就来源于树种的特征 就是金牡丹 那么其次 它的香味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是通过工艺来的 这里正好老王给大家简单聊一下 红茶工艺的一些特征 其实红茶跟盐茶有相似有不同的地方 盐茶是部分发酵 红茶是几乎是全部发酵了 所以基本上鲜叶摘下来之后 我们要经过尾雕 尾雕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去看过红茶制作 你会发现尾雕 它有一个专门的尾雕机 就是用差不多30度的这种小风 慢慢的吹 吹上20多分钟 它就湿水了 然后咱们选的这款 实际上产地也是在武夷山的同路关村 附近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发酵也要求适中 其实发酵这个事情 也是分轻发酵重发酵 那么如果你发酵的太轻 你就没有红茶的特征 就像盐茶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发酵的太重 香气就会变得不明显 之前有一些老的红茶工艺 发酵就比较熟一些 汤水也重一些 那么它的香气就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像这种果香型的这种红茶 它的发酵就相对来说是轻中 但是不能太轻了 那么之后就是要进行积极揉碾 那么其实把茶叶揉碾 是茶叶发酵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要破坏它 它才能够有伤口了 它才能够开始发酵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小框里头 用这个湿布搭上去 保持发酵的过程 那红茶其实一般来说 也是要经过两次的备火的 而且这两次备火之间 也是要放上一个月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醒它这个火 那实际上 这个备火其实也是一个提香的过程 这个原理跟盐茶当中的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边冲边来喝 说这个 那么对于很多的茶友来说 会觉得这个香气 其实很多茶友会比较喜欢 因为这种果香型的那种味道 实际上它比较讨人喜爱 你是新茶友老茶友都可能很快能接受到它 那么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 老王也跟大家聊聊 这个要想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所谓的果香 比如像咱们这款 这个是水米桃香 它其实两次的备火工艺就比较重要了 基本上是属于低温慢炖的这种模式 可能熟悉老王的茶友都知道老王喜欢的盐茶也是属于低温慢炖的这种模式 那么所以其实 咱们的茶实际上基本上第一次就是85度左右 非常低的温度 大概4个小时 第二次是大概也比85度要高一些 因为其实每次备火都是要略高一点 因为你如果温度比前一次还低 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高一点 然后6个小时以上 那么这个里头实际上 为什么有茶友会问 这个红茶是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 那确实在这个市面上有一些红茶 它是通过添加一些香料也好 添加剂也好 来让它有一种香气 首先第一 就是很多茶友都知道 这个红茶它是有这个甜度的要求的 那所以在市面上就会有这种加糖的这种红茶 那其实加糖的红茶 大家在市面上如果是去试喝的话 也比较容易喝出来 这个加糖的红茶 那么我们在这里先不说 这个加糖是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我们就先说 它这个加了糖之后的味道特征 首先它是前面的甜度会比较高 比如说一二三泡会特别明显的甜度很高 那这种如果你有点惊艳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甜的不清爽 有点齁 但是它跟我们吃蛋糕那种齁不太一样了 那么之后 大概三四泡之后 它就会有明显的衰减 它的甜度就跟不上来了 这个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它加糖了 这个一般我们说加糖 它其实是在揉碾的时候会加这种糖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大家可能在市面会喝到一种 就是有桂圆香味的红茶 那这个其实是加了桂圆泥 就是桂圆肉 桂圆肉做的桂圆泥 也是在揉碾的时候增加 它就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桂圆香 但是其实老王觉得市面上除了加桂圆泥的桂圆香 有一些红茶 它其实自带也有类似桂圆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桂圆香不那么的明显 尤其是干茶的时候不那么明显 那么实际上说到这儿呢 很多茶友就说 老王这个也很少见你喝红茶 实际上最近老王推荐大家喝点红茶 主要还是因为去年年底这个疫情 大家的体质都有一点寒 你喝多了寒性大的茶之后 大家的嗓子都会有点反应 所以老王也推荐 就是这段时间虽然夏天了 但是体质偏寒的茶友 还是要喝一点这种发酵度比较高的茶 那么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其实大家如果第一次去品尝一种红茶的时候 我们又不知道其相关信息 我们大概用什么方式能够判断出红茶是好或者不好 其实标准上来说就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汤色要透亮 大家可以看到汤色透亮 汤色可以深可以浅 但是汤色一定要亮 那么香气最好是羔羊的富裕的 但是它不能特别冲 因为大家也可能感受过自然的茶香 所谓的富裕它其实是优长的 它是能够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 而不是说一开始特别冲 后来就特别淡 第二个就是你汤中要有香 就是当你喝进去的时候 你其实嘴里还是会有香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耐泡度 咱们作为新手来说可以通过耐泡度 一般的工艺不错的红茶耐泡度都还可以的 大概10泡左右 10泡以后可能要焖泡 那么不太好的红茶可能三四泡左右 味道就明显衰减了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焖泡一款红茶的时候 好一点的红茶 其实它焖泡之后 它的变化不会太明显 比如说它变得特别苦特别色 这都不对 这都不是好的红茶 第二个就是很多茶友就是在听 就是很多我们冲红茶的时候 不建议用100度的水冲 但实际上就是工艺过关的红茶 是不怕废水的 但这个里头我觉得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不是说好茶 我们就一定要用这100度来冲 那么低一点的温度 比如90度来冲 它红茶的甜度会更加明显 那么高一点的温度是香气会更加明显 那么你在喝红茶的时候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水温 当然回甘 甜是红茶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红茶也是要讲究汤的 所以简单来说 评价一个红茶 我们就说汤香水柔 这里就提到了汤感 它的汤感应该是味道醇厚的 不是浓 醇厚其实是层次感清晰 而且保持的味道会比较长 比较持久 味道是比较清晰的 能够感受出它的味道 然后它的甜度应该是优的 我们这里所谓的优就是持久 但是隐隐的一直都存在 这种甜是很让人愉悦的 甚至有些红茶 它冲泡之后 你除了在汤中能喝到它的甜 你闻你也可以闻到一种香甜的味道